一个喜欢做虫子的孩子 怎么能成为这个日本的一个富豪呢 有一个人呢 30岁的时候还在电视台工作 是在计算义部 就给人家弄弄电脑维护 可是这哥们就特别不喜欢这个工作 对吧 那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因此每天就非常的苦恼 既不愿意放弃高薪 又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做什么 有一天他就很慌 回来跟他的老母亲聊天 说妈 那时候我从小的时候 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看起来最快乐呢 他妈妈一边瞒着家伙 一边就头头眉 他跟他说你从小喜欢捉虫子 哇这哥们听到这个答案以后 立刻恍然大悟 哦他回想起来小时候的场景啊 每天的夏天啊 他就每年的夏天 他都会到了嘛 到野外就捉一大一整体的虫子 而且他会找到各种各样虫子的住所 什么长虫子 短虫子 肉虫子 非虫子啊等等啊 找到一虫子密室的地方 他有些用各种办法来抓这个虫子 弄什么碗子啊 弄什么框啊 拿什么弹弓啊 但是这哥们他抓到虫子 他不一样 他抓到虫子又把虫子放掉 又去做新的虫子 这哥们他走着了就在这个 在这个寻找新的刺激上面 他发现自己其实一直喜欢寻找新事物 他在大学的时候就喜欢玩什么绝世乐啊 用他自己的方式去创新去做新的乐器啊 他那时候觉得自己很快乐 所以他发现啊 做了自己的工作 不能让自己一直 在一个感觉上固定太久 我就不快了 对吧 于是这哥们 这个行动很果断啊 就马上辞掉了原来的高薪 又让人羡慕的高薪 跳槽到索尼 但薪水比以前少了一半 少了一半可以在索尼好好干 他觉得索尼这东西对我很新鲜啊 很神奇啊 这哥们在索尼工作的一段时间 几年以后 他也觉得不刺激 他觉得没有新东西可找了 好玩了 又跳槽到另外一家公司 小公司 就是韩国著名的 这个网络游戏网站 叫Han Game 在日本的分公司 这哥们用了四年的时间 把Han Game拿下了日本线上游戏的第一品牌 哥们往着往着又觉得不好吧 没乐趣 又跳槽到哪 到一个叫Line公司 Line公司是什么 就相当于日本的微信 Line在线 这哥们用了 他将用户的数量 从零突破到一个亿 秀组打开了日本市场 因为这个 既然这个用户从零突破到一个亿 就推特在这个 推特用了四十九个月 Facebook用了五十四个月 而这哥们 这个指责之托诺的十九个月 那这个人叫什么 叫森川亮 是日本Line公司的CEO 他自己哥们做错了 他又辞聚Line公司的职务 他就这里没安静死 对吧 又进了自己的全新的一个行业 创办了一个自己的什么 一个视频公司 这个视频公司在日本 现在非常成功 就有点像我们中国的什么 这个直播视频 对吧 所以这个人说呢 说他成功的秘诀 是什么呢 大家记住 不是勤奋 不是坚持 是什么 是找到自己生命的兴奋点 所以大家记住一个概念 你的兴奋点 就是你撬动世界的支点 你 找到自己的兴奋点了吗